哈囉 大家好 我是Tan 今天要跟大家介紹排水控阻塞 怎麼做處理 然後我這邊的現象就是 水倒下去的時候 它水的流速很慢 應該是有阻塞的現象 我們待會跟大家解析一下 慢慢的流下去 好 我們已經把底下的瓶瓶功能稍微做了一下整理 那現在要把這支罐子拆掉 這個是RO泥滲透的排水 我在這個金屬罐裡面鑽了一個洞 然後把RO泥滲透的排水排到裡面去 倒啊 快點 來 我們把排水管拿出來 差進去這麼深啊 這邊通常也是用膠帶殘珠 這支要把它解開 一個地方可以 手鐵桶快寶 又踢到了 謝謝 流理台延伸下來 管子延伸下來 這樣子 然後直接進到排水控 排水控在這邊 那我這邊間接做一個 小S的存水彎 那存水彎有兩個好處 第一的話 可以防止蟑螂還有一些小昆蟲 要樓下的管子直接爬到上面去 第二的好處就是 臭味不會跑上去 那第三個好處 當東西它會沉澱在這邊 減少有夠沉澱在你樓下的管子 我們比喻這一根管子是樓下的排水管 廠商如果斜度沒有抓得很好的話 那就有可能會有這一種沉積的現象 然後我們倒下去的湯湯水水啊 經過這樣的一個沉澱沉積 再加上你的洗碗精啊 還有一些減性的物質下去 它有可能就會造化 造化之後它就會結塊 那我們現在把它拆起來 看裡面長怎樣子 是不是有油垢 油脂造成它阻塞 那我們來看看吧 我想一般住家 家裡有幾隻小蟑螂 應該是在所難免吧 所以其實家裡很少看到蟑螂 但是像這種比較密的地方 難免會有幾隻 還好沒有火的 如果拼出來 我的怕是 這裡 記得一個重點 這個橡皮蓋子一定要裝 不然蟑螂會從排水孔跑上來 我們的廚房在二樓 所以相對的 蟑螂會比較少一點 這些蟑螂都已經是很久的 你看連腳都不見了 所以算是化石了 好 看來聽這支手工 手工 這支手工 一支? 手工的角度 蓋太哥 早上不知道是不是從這邊挖一個洞跑出來 怎麼回了一個洞 奇怪 好啦 拆起來了 整支管子重重的 我們去樓下洗一下 看到裡面藏什麼怪東西 看不出裡面有什麼 還蠻重的 我把桌子看看 看不大 我們看一下可以沖出什麼東西 我靠 抽出這個什麼東西 整個像結塊的有夠 喔 結塊 應該是長得一樣 在這館子裡面 頂在這邊 這邊還有東西 看到這個白色的東西 我們拿水管來吐款 那我們該拿一隻四分的水管 好 直接走進去 好啦就是這些東西 這些東西讓你的排水管阻塞的 然後 真的很硬 它凱在你的壁側的話 這一定要叫師傅過來通 這麼多 這樣東西 來稍微跟各位解析一下 我們在網路上 我們在網路上找了一些 比較好敘述的示意圖 那我們看圖一 左上角 所以水管阻塞的過程 就是因為我們洗鼻 餐碗的那些油水 要流到圖二的水管裡面 水裡面有油 然後管子也是稍微有 還有朋友請跟我分享一下 另外一個圖 各位應該看得出來 它的斜度 規格就是大概要100公尺 要有一公尺的高低差 這樣水才會順暢的流到排水溝裡面 所以買房子就是這樣 這東西看不到 所以你買了之後 經過三五年阻塞 為什麼每年都要叫人家來通 越來越嚴重 就是像下圖這樣子 你的水管的斜率沒有抓好 你也只能這樣子喔 沒辦法 不然你就是盡量少到油水下去 那我是不建議是丟那些化學品啊 我是覺得污染環境啊 最根本的話還是盡量不要倒油 定期的做物理性的通管 叫骰壺來通 通管器還有一種我個人非常推薦 網路上你先搜尋高壓通管器 這個高壓水管的作用 它就是會幫你引流 所以它是往管子的外側跟後面噴 它的頭就像子彈型一樣 高壓水柱就會把管子往前帶 高壓洗車機大概2000多 加上噴頭 頂多3000多塊4000 4000 4000你叫師傅來通個三次 差不多就打平了 可以洗車又可以洗管子 假日也是可以去幫社區的鄰居通 一康洗我吧就好 開啟你事業的第二春 這樣做也不錯耶 那我們繼續看下去 頭這邊給它摺個 腕腳 摺腳 這個橡皮給它套進去 然後我就可以把它往裡面放了 然後我就可以把它往裡面放了 然後我的RO的排水也裝下去了 我們再用簡單的膠帶包覆就可以了 上面這邊也是一樣 插進去 然後一樣包起來就可以了 這個卡榫其實有一個緊度在 排水沒有管壓 所以直接纏著就可以了 不會掉的 就算掉了再沖纏就好了 OK 好啦這一次的DIY排水管已經完成清理了 那一樣我底下還是做了一個小S 在這邊做了一個小S 下次阻塞的話也會是這邊 可是還要再沖插一次 有點麻煩 可是我這樣已經做了應該有超過十年了 所以十年塞一次 可是覺得還好 各位可以試看看 我寧願塞在這邊我也不願意塞在這個管子裡面 好 就先這樣囉 今天的分享就到這邊 喜歡的請幫我按讚 分享 還有訂閱 謝謝 叮咚叮咚 還沒有試耶 這錢只要裝滿 充下去 哦 快很多 好啦 畢竟都通了當然會快啊 所以話 今天分享就到這邊 以上 拜拜 我們來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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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